那比如说企业家信心的问题 我看讨论的也讨论了很多 这企业家的信心的 这个恢复的话 在我看来没那么复杂 第一点 保证他能挣到钱 手里有钱 立马信心就恢复了 第二点的话 你要告诉他 按照规则来 未来可以挣更多钱 就这么两点 只要能做到就够了 预期 良好的预期 对 良好的预期 我说一点点补充 这个刚才 赵首席那个观点 我再理解一下 Money 一定是核心 地方政府不可以想象 他是过了今天 不知道明天怎么过 市政府 县政府门口 一大堆上反人员 还有工资发不出来 养老金也没有 就是对付的情况下 他会安心给你创新 建立鬼 不可能的事 这是冷性 这是基本常识 中国经济是进入到了 新一轮的集中换党阶段 这个阶段的话 应该从22年前后就开始了 没有疫情也会进入这个阶段的 就我觉得第一点的话 就要认清这样的一个现实 那认清这样一个现实的 这个背景下的话呢 你再去看就是 它的这个政策 我说它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 比如说咱们这个 考核的整个的指标体系 都应该从原来GDP目标 看得特别重 然后慢慢地往 其他的指标的方向去转 其他经济体的话呢 发展过程当中也都有过这种经历的 先比较注重增长类的指标 那些硬的东西 然后后面的话你会发现 你看成熟的经济体的话 它的政策目标都是重 跟人相关的指标的 跟人贴得进的指标的 跟人贴得进的指标 就是就业跟通胀 其他目标当中这个东西是 前面的两个都是冷冰冰的 GDP跟国际收资 但是就业跟通胀 是跟人的福利水准 距离最近的宏观指标 所以说我们要认清 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的变化 下面一步的话 我们就应该把我们整个的 考核指标体系 那这个设计的面就广了 包括统计系统的 相应的一些的改革 都要在里面的 应该把就业相关的指标 统计得更细致才对 而不是说哪个指标 觉得有问题的话就 对不对 就是这个点 第三点的话呢 就是这是这个 第三点的话呢 就是我说在 因为我本身在研究所层面的话呢 就是研究之余的话 有时候还会思考一些 管理方面的问题 然后最近几年在带团队的时候 我发现一个很微妙的 一个现象特别有意思 我发现在考核研究员的时候 如果考核机制特别单一 效果会特别好 你比如说 早些年的话就是评选考核 然后在后面的话 佣金考核 非常简单 因为它非常透明 然后大家就按照那个数 都自己都能算得出来 自己能拿到多少收入 然后就跟它对 对照 但是后期的话呢 发现又要考核打卡 又要考核这个包括数量 路眼数量 加班次数 让你办法 三百六十度 我就发现的话呢 当考核指标大过三个以后 我发现主员的状态的话呢 它是有变化的 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讲 他会发现搞定领导 比搞定工作容易 于是乎你发现 整个基地机制的效率 它就会受到一定影响 所以由此的话呢 我又引发了一些思考 引发了一些思考 我觉得我们多目标志的话呢 宏观政策的多目标志 因为我们是从 应该是从十八大的时候 开始提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然后我们的很多的政策 要就是考虑到 就是你的经济的问题 不只是经济的问题 你还要考虑到 它可能会影响到很多方面 环保 对吧 包括一些 这个其他的一些的领域 这个是对的 这个很显然它是对的 但是的话呢 落实到执行环节的时候 尤其到地方政府层面 你发现多目标志的话呢 它有的时候 它容易导致 它们的执行环节的低效 就是地方政府层面 它在执行环节中当中的低效 就是因为你给它的任务 不行 你还不如直接给它一个任务 它就立马给你搞得定定的 这种类似的 所以我在想啊 咱们在讨论这个政策的 宏观政策的一致性要求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指标之间的话呢 它也有一定的 这个权重的这个区别 或者在不同的阶段 你只要有这个区别 你发现效率就跟 只是简单地讲了这个东西 它就会不太一样 对不对 然后第四点的话呢 就是你看这一轮的话 美国经济的韧性 远超于大家的预期了 因为抗空美国经济 已经抗空好几 对吧 抗空多次了 然后美国经济的话 如果细底一下 它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 财政的大规模的扩张 第二 赤字货币化的力度非常之大 你可以用这个美联储 增持美债的这个规模 占GDP的比例来看 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而历史上这个指标 往上突起的这个时段 只出现过两次在历史上 一次就是二战 一次是08年金融危机 但这一次是比那两次的话 都要突出很多倍的 所以的话呢 这就反映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讨论财政政策 跟货币政策定位的时候 我们要去想 它这个 对吧 你比如说美国经济的韧性 到底来自哪里 它来自于财政政策的 力度特别大的情况下 兜住了实体经济的底 而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的 创设非常之丰富 兜住了金融体系的底 当然它有它的问题 我觉得它的问题的话 在今年下半年往后看的话 也会慢慢地暴露出来 那是谢谢下一个话题 然后这是这个 就是这块的话呢 其实对应的政策 应该是在中央层面的这种 赤字率的系统性的抬升 而不是说每年一看经济不行 是不是再讨论一下 要不要增加 去年增加了1万亿 提高了0.8个点的赤字 那如果今年的经济表现 这个到年底不理想的话 再提高1万亿 那你年初的时候 如果做规划 跟年底增加的那个规模的话 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它会影响运气 还有一点的话 我年初我就把赤字打高 我做出来的预算 不代表我今年一定要花完呀 如果我的经济表现不错的话 完全可以把它结余到 第二年再去用嘛 对不对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 钱花在哪里的问题 很显然经济发展到了这个阶段 应该要把更多的把钱 花在人身上了 咱们老是讨论出销费 这个我每次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就觉得 他难道不知道我会花钱吗 花钱是一个人基本的一个能力 老百姓肯定会 对吧 那他问题出在哪里了 包括大家就是在讨论 说怎么整个社会的话 怎么感觉活力比原来降低了很多 那是因为 给这个社会提供活力的这个群体 应该是一波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而那波年轻人 收入跟工作受到了一些影响 所以我 就业 对 所以我一直主张的话呢 就是 是不是我们可以给年轻人 给他一定的补贴 你别管用什么样的方式 我有时候提这个建议的话呢 有些前辈就会跟我讲说 咱们中国的这个文化传统 年轻人是要吃苦耐劳 要勤奋上进的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 不了解现在的年轻人 现在年轻人很辛苦的 我们这个 我们组员当中 刚刚毕业的学生 工作过一两年 大概也就是1.5 1万左右 就很不错了 其实已经 1万左右的收入 在一线城市是不错的了 在金融行业 到手 他 我就说 我们这个行业加班又厉害 年轻人的话呢 他这个租房子都 不敢租太远 租太远太辛苦了 那个房租一个月多少钱呢 跟我们以前 跟我们工作的时候 是不太一样了 比原来要贵的 所以生活是很 还是蛮辛苦的 所以你像这个 年轻人 因为为什么现在就是 整个 就是大家总觉得 好像活力比原来下降了 因为年轻人的活力下降了 而中年人本来也是应该 中年人应该是给这个社会 提供稳定性的一个群体 因为我们的思想 刚刚开始稳定下来 刚刚开始成熟起来 然后的话呢 中年人 这个担心的是什么 担心的是 比如说 我要如果万一失业了 失业保险 覆盖面不够 保障体系 所以你在保障体系的 如果加强投入的话 其实是能起到 这个效果的 对不对 还有一个是哪里呢 你发现中年人 都背着很重的房贷 以前不有个段子吗 说你在公司里面 你逮上那个80后 使命地骂 他不敢离子 为什么 因为他背着房贷 那他那个房贷的压力 如果是可以 适当地见低一点 你比如说 存量按揭利率的话 再往下压一压 他的压力就会小一些 像这种类似的政策 往往会起到 更好的效果 而不是简单地 像我们很多人 老是争议的 要不要发钱的问题 这个话题的话 讨论的太 停在表层了 我觉得应该去 找他根本的问题 然后在根本的问题上 去出一些 有效的政策 那么